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 轮流休息 就算车子突然来个大转弯 还是专业级POSE照跳不悟 摔倒过的经验吗 一定会啊 就是站不稳什么 一定会摔倒 不然就是蹲下去 骑不来之类的 要突然急煞什么就还好 因为我们平常已经站习惯了 让我们很有面子啊 对对对 吸引人气吗 对对对 活动吸引你还是辣妹吸引你 辣妹 从台北骑摩托车来 就为了要看到我们 他们的粉丝 对 粉丝骑车一路跟随 就为了拿到女神签名照 摇滚车沿路停住各大小庙宇 挤爆看热闹的民众 眉开眼笑 拿着手机相机狂拍 面会辣妹一般行情 时薪500元起跳 平时分大小月 基本上6日工作满档 4月大甲妈绕镜 加上年底尾压长多 月收入5万以上不是问题 如果有遇到一些 比较奇怪的人 我们就会尽量闪远一点 像今天天气非常冷 但是为了要有更好的表演 我们还是穿了 我们比较漂亮的衣服 安全裤什么 我们都会自己做好保护 1 2 3 4 5 6 7 8 整齐画意的白色团服 团员们利用空档时间练舞 跳跳堂成立四年 挑选团员的首要条件就是要瘦 团长说再冷再累也要保持笑容 今夜精神是他们受业界欢迎的终极武器 脚伸出来 脚伸出来 脚伸出来有点爽 我们超黑的 就是基本上庙会的女生 大概这肤色已经算是还可以了 下雨天就是台风天一样 就是他们也有一次 就是在台风天的时候 然后在鹿港就是 但依然还是要上去 然后就是打赤脚然后上去 被网友封为庙会女神的曾田 从小就爱跑庙会唱字 漂亮脸蛋加上精湛舞技 才入行三年就远近驰名 狭带湘明高知名度 成为庙会辣妹进军演艺圈的第一人 还出了专辑一批打唱马祖扬眉吐气 我自己曾经就跳过33个小时 都没有休息没有间断 或者是晒了一整天的太阳 然后全身都是晒到可能有点脱皮 然后发黑这样 但我觉得虽然这一小小的 一小点辛苦对我来说都还是蛮值得的 因为我觉得用兴趣去当工作 是一件很棒的很美好的事情 台湾特有庙会镇头文化 那枚任务俨然成为传统之一 靠着正妹吸引人气 唱字热了活动更嗨 神明也疯狂 记者林书贤 陈小桥新竹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